苗栗的历史建築 竹男的蛇窑 主要是因为产权纠缝 现在面临到拆除的命运 那么去年老窑主去世之后呢 姐弟两个是对簿公堂 土地所有权人呢 姐姐认为说呢 这蛇窑登陆历史建築的时候 没有签署同意书啊 只一说呢 应该是经营者弟弟 想要侵占整个蛇窑 要求归还土地 但是弟弟这边也做出反驳 指控呢 姐姐当初是有同意的耶 所以现在姐弟两个说各话 我们都提到王老师 创下柴烧窑最高温度 设施1563度的金氏世界纪录 四年前窑主林瑞华一家 还开心齐聚庆祝 但没想到去年老窑主过世后 第二代姐弟就因为产权纠纷翻脸 走上法庭 弟弟败诉要财务还地 当时91年的时候 我姐姐我姐夫都坐在这里 那是自媒土地 是结对她自己所签 目的 简单讲 我认为就是想要停战 那么侵占所有人的土地跟房子 那么这一点是我妈一直不能够同意 输了官司 窑主找来文资委员到场勘查 希望除了登记为历史建筑的 蛇窑主体不用拆 其他的建筑物也可以保留 顽强抵抗 竹南蛇窑产权纠纷纷源自民国九十一年 竹南蛇窑登陆为历史建筑 地主儿子声称从审议到城市建筑的 正式公告妈妈都没签署土地授权同意书 但窑主宣称当初有答应 不让二十年来辛苦经营的蛇窑园区遭到拆迁 窑主自救也不排除筹钱 从姐姐手上买下土地所有权 记者彭光许苗栗报导 从前辈有我和你 从前辈